四十七 没有智慧的婆罗门 九云以前 当奋兽王在波罗奈治理国家的时候 菩萨投身为坟场树林的树神 有一次 波罗奈举行喜庆活动 人们为了祭拜夜叉 便在广场和大陆 各个地方撒下鱼 肉等食物 还搁置许多碗 里面沉满了酒 有一只柴 半夜从水沟钻入城内 偷吃了鱼和肉 还喝了酒 然后钻进波纳阁树丛 一直睡到太阳升起 柴醒来一看 天已大亮 心想 现在我出不了城了 于是 柴走到路边 趴在隐蔽的地方 盯着来往的行人 对谁也不吭一声 后来 柴看见一个婆罗门 前往水池洗脸 心想 婆罗门都是贪财的 我可以用钱财引诱她 请她将我抱在怀中 藏在上衣里 带我出城 于是 柴喊到 婆罗门 婆罗门 婆罗门转身问道 谁在叫我 是我 婆罗门 你有什么事 婆罗门啊 我有两百金币 如果你将我抱在怀中 藏在上衣里 藏在上衣里 不让任何人看见 顺利带我出城 我就告诉你 金币在哪儿 婆罗门贪 同意地说 好吧 她依柴所说 将柴带出城 走了一段路后 柴问道 婆罗门啊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某某地方 请再往前走 这样反复问答多次 总算到达了大坟场 然后柴说道 就在这里 把我放下吧 婆罗门把柴放下 柴说道 婆罗门啊 将你的上衣铺在地上吧 婆罗门以为 柴要给他两百金币了 便把上衣铺在地上 柴说 你就朝这树根底下挖吧 趁婆罗门专心挖地 柴走到婆罗门的衣服上 在衣服的四个角落和中间 拉上屎和尿 把上衣弄得又脏又湿 然后溜进坟场树林 菩萨站在树枝上 洗洗洗澡 做你自己的逝去吧 说完便消失了 婆罗门洗完衣服 洗完澡 想到自己受骗了 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去 还没说完 别说完 还没说完 还没说完 对 感谢观看